葡萄糖这个名词 大家肯定是不陌生的 知道它是一种重要的营养成分 而且我们人体在出现低血糖 或者脱水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要给我们补充 葡萄糖了 我以为我们人体大功大量的能量 葡萄糖有什么作用和功效呢? 它对我们人类有什么影响呢? 葡萄糖果糖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大家好 我是自己生 这一期的影片我们来讲讲葡萄糖 早在1747年 德国法学家马卡拉夫 从葡萄江中分离出一种甜甜的物质 又过了将近70年 四位法国法学家 又分离了这种物质的单体 正式命名为葡萄糖 后来科学家发现 葡萄糖其实在很多甜味的水果当中都有 例如西瓜、香蕉、梨、苹果、桂眼、红棗等 甚至在我们的血液中都有 按照命名的质关 这种物质就一直叫做葡萄糖了 葡萄糖是自然间分布最重要的一种单糖 它是一种多强基传 它在纯正的葡萄糖是无色的晶体 它有些甜味 但这些甜味是不及那些蔗糖的 葡萄糖如容易水 微容易越传 它不容易越迷 那天然的葡萄糖水溶液 它的船缸向右 所以它又属于右船糖 很多朋友好奇 那自己来说 葡萄糖在我们人体有什么作用呢? 首先 葡萄糖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能量来源之一 在我们人体中 葡萄糖通过氧化反应产生能量 寄贡我们细胞进行各种生命活动 特别在剂烈、运动和饥饿的状态之下 葡萄糖的氧化反应可以迅速释放大量的能量 满足我们人体对能量的朴持需求 同时 葡萄糖是我们大脑和神经系统中的 只要的能量来源 大脑对能量的需求很高 而且葡萄糖是它唯一可以直接利用的能量物质 所以保持血液中葡萄糖的稳定供应 对以维护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是至关重要的 那血糖水平也是我们人体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 过高或过低的血糖都会对我们身体造成损害 那葡萄糖的血液和代謝对以维持我们血糖的平衡是至关重要的 同时 葡萄糖是我们生物体里面多种物质合成的原料 例如合金酸脂肪酸这些 这些物质对维持细胞结构和功能都很有意义 最后葡萄糖还具有解毒的功能 当我们人体有毒物质的时候 葡萄糖可以和这些物质结合降低它的毒性 从而保护肛状和其他重要器官免受损害 不过一定要注意 虽然葡萄糖是我们生命活动中重要的能量例 但它并不是意味着可以随意窃入 过量窃入葡萄糖会导致血糖升高 长期而止会引发肥胖、糖尿病等健康的问题 有些朋友可能会问 葡萄糖、葡萄糖、果糖有什么区别呢? 葡萄糖、葡萄糖和果糖是三种常见的糖 它们的吸收方式不同 对身体的影响都良有不同 葡萄糖是一种简单糖 即是单糖 即是我们身体首选的一个碳水化合物能源 单糖是由一个单一的糖单位组成 所以它不可以分解成这么简单的化合物 它们是碳水化合物的基本的构成物 在食物当中葡萄糖是最常见 以及与另一种简单糖结合 形成多糖、淀粉或酸糖 例如蔗糖或莉糖 葡萄糖的甜度是低于果糖和蔗糖 葡萄糖是直接通过小腸内的粘膜 被吸收到血液当中 这些就将它输送到细胞 其他糖可以这么快提高血糖 从而刺激胰岛素的释放 胰岛素是葡萄糖进入细胞素必须的 葡萄糖进入细胞素之后 如果不是即刻产生能量 它就会转化为糖原 只存在肌肉或肝壮中 以被微粒来使用 我们人自身是严格控制血糖水平的 当血糖过低的时候 这个糖原就会分解成葡萄糖 释放到血液当中提供能量 如果没有葡萄糖 那么肝壮可以利用其他能量 来创造这个葡萄糖 另外我们又说到葡萄糖 葡萄糖也是一种丹糖 像葡萄糖一样 它是天然存在于水果、蜂蜜、龙舌蓝 和大多数的根径类疏当中 另外它也经常以高葡萄糖 玉米糖章的形式添加到加工食品当中 葡萄糖的例如 大多数是甘蔗、甜菜和玉米 葡萄糖、蔗糖和葡萄糖当中 葡萄糖的甜度是最高的 它对血糖的影响最小 葡萄糖就像葡萄糖一样 葡萄糖也是直接从小肠吸收到血液当中 它可以逐渐提高血糖水平 而且它不会立即影响到宜岛素水平 虽然葡萄糖不像葡萄糖那样立即提高血糖 但它也有这么多负面的影响 我们人肝壮必须将葡萄糖转化为葡萄糖 身体才可以利用它的功能 高月量饮食所涉入的大量葡萄糖 会增加血液当中的金油三脂水平 过量的涉入葡萄糖更可能增加代謝综合症 和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风险 接着我们讲借糖 借糖是食糖的化学名称 糖类分为单糖和桑糖 桑糖是由两个连接的单糖组成的 在消化过程中分解成单糖 借糖是一种桑糖 有一个葡萄糖分子和一个葡萄糖分子组成 即是50%的葡萄糖和50%的葡萄糖 它是一种天然存在于很多水果、蔬菜、菇物当中的炭水化物 都可以添加到很多加工食品当中 例如葡萄糖、冰淇淋、早餐、菇物、罐头食品、汽水、其他甜味的饮料当中 食糖和加工食品的借糖一般来说是从甘蔗和田菜中提取的 借糖的甜度是低于纯果糖但高于葡萄糖 口腔里的葡萄酶可以少分解借糖 但它的作用很弱 所以大部份的借糖还未被分解 到了小肠之后 小肠就会产生借糖酶 将借糖完全分解成葡萄糖和葡萄糖这两种单糖 拆分泥的葡萄糖和葡萄糖就会被小肠吸收 然后进入我们血液 葡萄糖进入血液之后 它会直接刺激身体分泌胰岛素 胰岛素的作用就是将血液中的葡萄糖 运到细胞里面 一就是直接当能量余用 一就是储存起来 葡萄糖不直接刺激胰岛素的分泌 其的菅属代謝器官是不是肝脏 大部份的葡萄糖要先运送到肝脏 再由肝脏确定转化成能量 只会转化成脂肪 储存起来 所以当葡萄糖和葡萄糖一起进入我们身体 葡萄糖便会出进胰岛素大量释放 胰岛素便会帮助肝脏 将那么多的葡萄糖转化为脂肪 而不是转化为能量 长期以来肝脏里面的脂肪便会移植叶多 便会带来健康风险 而如果我们单独吃葡萄糖 没有胰岛素的影响 肝脏展范围脂肪的效率会低一列 我们单独吃葡萄糖 多疑的部分都更容易以糖营的形式储存 而不是直接变成脂肪 同时意味着我们一起吃葡萄糖和葡萄糖 可能给单独吃葡萄糖的影响更大 多谢大家